好,那么在我们这里面你要使用Gate的时候啊,你首先就是进行它的一个安装,还有呢基本的配置啊,那么这个安装的话,你需要使用这个sudo apt-get install gate啊,就在这里面,在你这边,你sudo apt-get install,然后呢,安装这个Gate啊,OK,安装这个Gate啊,那么 我看一下啊,这不用啊,这个装好了啊,这个我已经装好了,那么你装好之后呢,它这边呢,你装好之后,你怎么看你有没有装成功的吧,你直接敲这个Gate啊,直接敲这个Gate啊,哎,它给你出现这个一堆命令啊,那说明你这个机器上面呢,是装这个Gate啊,那我们同学的电脑上呢,其实这个Gate呢,你已经装好了啊,已经装好了啊,你直接敲这个Gate,哎,就可以呢,出现这么一堆命令,哎,这就是,哎,Gate,它的一个安装啊,它的一个安装, 那么,你安装完之后呢,你就不需要安装了,然后呢,我们下面要给大家说的,就是怎么去使用Gate啊,去管理我们的代码,那在这里面呢,我们要先给大家呢,去新建一个目录啊,先新建一个目录,哎,找到我们BJ18,然后我在下面新建一个目录,就make dir,哎,写上一个Gate,test啊,然后呢,我进入这个目录,啊,进入我们的Gate,test啊, 假如说,我想使用Gate啊,管理我这个目录下面的代码,你注意啊,Gate呢,它可以管,帮助你去管理某一个目录下面的代码,那么,你要让它帮助你进行管理呢,你需要执行一个初始化的命令,叫做GateInit啊,它就是帮你创建一个版本库,创建之后,它就可以帮,它就能够帮,帮助你管理这个目录下面的代码了啊, 那么这个呢,我们创建之前先给大家看一下啊,LSAL,哎,你看到这里面,它是不是没有,没有文件,对吧,然后呢,我们初始化啊,就是GateInit,好,这里面会告诉你初始化空的Gate仓库,于这个目录下面的点Gate目录里面啊,那么你在这边LSAL,你就可以看到,那么,你的这个目录下方就多了一个隐藏文件,叫做点Gate啊, 这就是它帮助你创建的一个空仓库,之后的话,Gate呢,就会借助这个文件,帮助你管理这个目录下面的代码啊,这里面是我们进行管理之前,你需要先创建一个空的仓库啊,使用GateInit命令,然后啊,那么,我们刚刚给大家说Gate的两个特点的第一个呢,就是版本控制啊,版本控制,在这里面,我们首先要给大家说呢,就是使用Gate啊,你怎么去创建一个版本啊, 创建一个版本,OK,那么,在这里面呢,我们首先啊,在这个目录下,先编辑一个文件,编辑一个文件之后呢,我就可以呢,去创建一个版本,但你注意,创建一个版本呢,分为两步啊,第一步呢,叫做, GateAd,后面呢,跟上你这个文件,然后,GateCommit啊,这个命令,去创建一个版本,那么,-m后面呢,跟上你创建的这个版本时,你要加一个说明的信息啊,说明的信息啊,OK,那么这里面,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啊,首先,你比如说我在这里面,我要编辑一个文件啊,这是没有文件的,我VI写上一个code啊,code,点text, 好,我在这里面,我加一行,我加一行内容,好,加完一行内容之后呢,哎,我觉得啊,这个呢,我编辑好了,哎,我想把它保存成一个版本,怎么做啊,cad,code,点text,它里面有这个内容,我想把这个内容呢,保存成一个版本,那么怎么做啊,就是,两步,第一步,Gate, add,然后呢,跟上这个code,点,text啊,OK,这是第一步,下面第二步,Gate,Commit,-m,GateCommit啊,这个命令呢,就是用于创建一个版本,然后-m后面呢,跟上一个说明的信息,这个说明的信息呢,哎,你最好写一个有意义的啊,有意义的说明信息,就你创建一个版本的时候,加一个说明信息,哎,我在这里面,我先写一个版本一啊,写一个版本一啊,写一个版本一, 好,回车,那么现在啊,经过这两步,我就创建了一个版本啊,创建一个版本啊,那么,你创建完这个版本之后呢,你怎么去查看这个版本的记录啊,你可以使用这个GateLog这个命令,去查看这个版本的记录,就在这里面直接写一个GateLog啊,你就会看到这边,哎,是我刚刚呢,去创建的这个,哎,版本一,那么这一部分,我们给大家要说明一下,就是-m后面这个东西, 只是这个版本的说明信息,在这个GateLog上方呢,你会看到一个东西,叫做Commit,后面呢,有一序,一段序列号,对吧,这是就是你创建版本的时候,这个序列号啊,这个版本的序列号,OK,那么,哎,这里面就我们给大家说的这个创建版本啊,常看版本记录,哎,这几个命令,那么,我们再给大家创建一个版本,对吧,在里面再加一行,加一行之后呢, 我再创建一个版本啊,就是在这里面直接呢,是VI,code.test,然后我在这里面写上个this is,第二行,第二行,那么写完之后呢,哎,我又想保存一个版本了,怎么做啊,还是这两部啊,Gate,add,code.test,然后呢,GateCommit, 加上一个说明信息,我可以再写一个版本二,好,回撤,那么这个时候呢,我们就有了两版本了,你给他,Log啊,你看一下,哎,这里面就有一个版本一,一个,版本二,对吧,这里面呢,就是我们创建的这个版本啊,创建这个版本,好,那么,